例如詩詹 假設兩種樹木 A和B 它的生長速度 函數的這個圖形 這個就是每年 這大概是每年的生長幾公分 這是公尺 每年的生長幾英尺 與這個時間的關係 它的所有A和B兩棵樹 一開始的時候 兩棵樹一樣高 基準一樣 試問 五年後哪種樹木比較高 他們知道 YT圖形底下的面積 就等於它生長的高度 因為這個是每年生長的高度 乘以時間 時間單位是年 每年生長的高度 乘以時間 就是那一段時間 生長的高度 把一點點生長時間的高度 一點點時間的高度 全部累積起來 就是等於什麼 MT圖形的面積 等於MT圖形的面積 所以一看的話 一開始這是五年 這是十年 在五年之間的話 經過五年 B的生長高度 比A A是下面這一塊面積 B是這一塊面積 所以那個B 長得比較高 經過十年以後 經過十年以後 A長的速率就比B 大很多 所以我們就假設這一塊面積 比這一塊面積大 所以變成什麼 十年的時候 乙的生長的高度 是等於這一塊面積 就是A A的那個 數目生長的高度 是這一塊大塊的面積 但是B 它生長高度 也是這一塊面積 所以這個時候 十年以後 A的高度會比B大 五年以後 是B比較高 十年以後 A比較高